东风西风 不是东风压了西风 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你这比喻倒是贴切 如今不正是暗潮汹涌 开阳王 时间差不多了 再不走 可就变天了 我们走 救命啊 悄悄别难了 你要对我做什么 把你带回去 给我们家姑娘做面手 这么好的事你不愿意 我不要 放开我 把她给我绑起来 是 救命啊 洛家三姑娘 仗着其父权倾朝野 世强凌弱 声名狼藉 没事就领着一群狗 奴才上街 强强美男子 惹得是全程皆知 避之不及 甚至 她还当街扯掉过 开阳王的腰带 你 你可知我是谁 不管你是谁啊 扯了你的腰带 你就是我的人 不可理喻 基于开阳王的美色 洛三姑娘闯了大祸 被迫离京 后又看上苏家公子 挨而不得 竟是闹起了 头还之举 不像是一个苏公子吗 你瞧着这眼瞧过来就是了 是啊姑娘 为了她上吊 不值当啊 什么苏公子 什么上吊 我 我不是死了吗 洛三 你剑里有点姿色的男子 就要贴上去 你还能不能有一点羞耻心 使着下三烂手段 抢来的亲事 我倒要看看 她怎么与这苏二公子 取暗其眉 只希望这丫头定亲之后 能安分一些 有这位表姑娘在 圣家能安稳才快 想法子把她与一名男子 关在一处 再暴露于人前 老太太 表姑娘去苏家了 什么 这 真是个孽障 二哥 你怎么不进去和娘说呢 万一娘真的答应了怎么办 妹妹们不必多言 婚姻大事 讲究父母之命 媒妇之业 我相信娘自会 提我打算的 娘就是心疼你 无团惹了隐身骚 将过表哥 我有急事出门 就不与表妹一道了 我也有急事 我也是我也是 哎呀 如此下去 我女儿如何嫁得出去呀 困世魔女 居然从了凉 不仅每日早起请安 还竟精通药理 处意精湛 更为之 十二年前的灭门真相 沽身前往旧居之所 此时洛三姑娘 这具身躯中的真正主人 正是借尸还魂 一心复仇的 青阳郡主 洛姑娘 别来无恙 还好 看样子 洛姑娘是不认识我了 抱歉 见过的人太多 过后便是忘了 我以为洛姑娘 扯掉过我的腰带 对我的印象应该足够深刻了呢 因为王爷武艺高强 先有敌手 为何让我一个只会 花拳绣腿的女子 扯掉了腰带呢 莫非 皇爷倾慕于我 并无此意 哇 这扫子 这扫子面看着可真香啊 洛姑娘 不知 有没有 我以为我家王爷的份啊 想吃我们姑娘家的面 一碗 一百两 啊 你们怎么不进墙啊 那你买还是不买 买 新品开张了 重生仪式 开作人间九四 美食在手 一切皆有 五月十五日 古言重生美食文 暖胃之欲 暖心上线 喜马拉雅联合粤文集团 蒙音工作室 多人精品有声书 掌欢 作者 冬天的柳叶 虽是一位声优领衔主演 更有大咖CV罗玉婷 惊喜助阵 诶 几位客官 打家还是住店啊 好书不腻 二楼亚座 请离 下载喜马拉雅APP 搜索NJ杂音匠 新书掌欢 新鲜出炉 哟 还冒着热气呢 上架献免 放心食用 赶紧订阅 听到就是赚到 嘿嘿